安伯彥 安伯彥有一個很長的Treat 告訴大家原來在中國 可以有6天144小時的Visa fee 不用簽證的過關 但在短暫停留的時候 這6天是可以離開飛機場去遊覽的 不過有些限制 就是一些指定的地方才能辦理 不需要預先簽證的短暫停留 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 就看看要求 現在他只是說在上海的情況 就說在一些港口 那些港口當然是指飛機場 或者郵輪中心 就是上海的浦東和杭州的飛機場 另外上海的國際郵船 Terminal 一個是烏星空的 International Cruise Terminal 另外就是上海的火車站 另外就是上海的火車站 南京的南京飛機場 以及韓州的Shao Se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在這些地方就可以在這裡辦理 哪些國家可以呢 我發覺在這裡 有沒有澳洲粉 有 有澳洲粉 如果你是澳洲籍 你就可以有這個資格 怎樣可以辦呢 就一定要有一個出入境的文件 另外就要有一個飛去第三國家 或者地區的飛機票 而這個飛機票是需要有一個 肯定了的座位和日期 而這個日期要在這個144個小時之內 即是6天之內 如果你是澳洲的朋友 你就不需要簽證 說一聲飛去上海 然後去上海辦理 記住一定要有一個connecting flight 就是有一個機票去第二處 譬如去香港 總之就是6天之內 你到達上海 然後6天之內你離開 你就可以免簽證進入中國 在那裡這些港口就有特別的通道 特別的通道 大家依照通道走就可以了 需要什麼呢 只要重複一次 就是你有出入境簽證 要至少有三個月有效期 即是大家的護照 有一張 去另外地區的飛機票 而且還要有肯定的座位 以及在144小時之內 即是一日之內離開 另外一個完全填好了的出入境卡 我問這個卡 你到時填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 在那裡會拿到一個臨時的出口 出境准許證 你利用出境准許證 其實也可以在中國租到酒店住 可以租到酒店住 因為6天沒有酒店 這幾大件事 如果你是澳洲的市民 你計劃就可以 譬如雪梨飛上海 密爾本飛機票 可以嗎 可以 不過更加好就是 你可以上去香港 或是新加坡 或是Colalumba 之類之類 然後再去密爾本 也可以 中間要多一個第三國 第三地區 好了 這個只是說上海 原來中國其他港口 都有這樣的安排 所以如果大家想去中國 不是太長時間 又想省少少入境簽證費用 可以選擇這個途徑